你要想占这块地 拆我养殖场 都可以 你跟薛农美离婚 一场洞牵事件 引发两家恩仇 刘建业为什么非要在守山上建都家村 守山上有一座千年古墓 大伙都知道吧 那个墓碑呀 对着刘建业那么强 他被欲望所获 沦为盗墓者的工具 你以为我真要养羊啊 我要是不为了地铁这点东西 我能让你这三座的头衔家 事业受阻家势不顺 他们的婚姻又将经受怎样的考验 爸 你别哭了 要是大夫说我真的怀不上了 那我就离开这个家 敬请收看普法栏目剧 《炉花似雪》第二季第二集 今天你要敢乱来 我就从这儿跳下去 姐 这回呀 麻烦干了 他牛大哥是自己吊着的 你不去动签去 她能上榜吗 我说你是不是缺心眼啊 见夜叔都没去 你说你得了巴搜了 自己带头跑我们家拆签去 停止薛东梅同志 二道沟村村主任的职务 该项目暂停 那我去 还嫌不够事大呀 行了 你也别生气了 我这不是也是急得没办法 才这么干的呢 林嘉宾 你怎么编我家的养殖场 只要我们老牛就有厚度 你呀 想得比想 人家项目没努力 你让我怎么办 你说的 搁谁姐从那么高房子 咣当一下掉下来 你不能白帅 老刘家 就借业这么一根毒鸟 咋可不能给你断了号 您放心 这事我们不会就这么放弃的 行 咱好好说话 你说守山上的荒山荒地 是不是咱们村集体的 那当然了 那他老牛家占用村里边的 荒山荒地有啥法律依据 你啥意思 用法律手段解决这个事 你是要告老牛家 对 那可不行 怎么不行 现在没人能说服了牛大鹅 那咋的 你还想让我眼睁睁地看着 这么好的项目流产呢 我当然不想了 可你想过没有 咱就算是通过法律 把这事解决了 哎 那牛大鹅能善罢甘休吗 哎 他要是再闹起来 今天上房 明天又掉下来了 那咱这度假村 还能见得下去了吗 喂 哦 牛总啊 对 建业是跟我在一起的 什么 你要跟他谈 妈 饿了吧 我给您做饭去 你想吃啥 来 你自己看看 妈 您都知道了 是我不好 这事我不该瞒你 妈 对不起啊 都没有 咱们俩做得挺好 我怕你对不起人家老刘家 老刘家 就建业这么一根毒命 咱可不能给人家断了好话 妈 我知道您着急 我跟建业也正努力着呢 您放心 这事我们不会就这么放弃的 人家有孩子啊 一窝一窝的 咱们有个孩子 他咋就这么难的 这 建业哥 来 来 坐坐坐坐 咱不用这么客气吧 说说 啥事 这都到家来了 坐下说 坐下说 来 没啥 我就想问问东梅 不是 我就想问 薛主任那工作会没恢复 邀功 我还得谢谢你们 我这不就是好心问问嘛 那说吧 找我来啥事呢 哎呀 建业哥 你说咱俩有必要 总用这种态度来说话吗 那咋的呢 我跟你牛总说话 还得刺着个牙说呗 哎呀 你要这么说 那咱也别客气了 是你牛建业 想要占我们家这块地 占我们家这片山吗 你不怕风大山的舍头啊 这山这地是你家的 那你家有土地使用证吗 有承包手续吗 你别说那没用呢 这么多年 我们老牛的看这个山 看这片地 咱们全村人都知道 县制里也都记载着 明明白白的 我们家现在怎么的 还需要那个繁文入节啊 多余了 发芒 我还以为你这几年 在外边长了多大本事呢 整了半天还是个发芒啊 那你说吧 你想咋整 我也不想打的 就一样 你要想占这块地 拆我养殖场 都可以 没问题 你跟全都没离婚 你要是啊 你没事吧 你也不撒婚 要照着你自己啥德行 做梦的吧 我是应该照一照的 我不是啥德行 你还不知道吗 这个做梦你说 谁都有权利 是吧 那你得做啊 万一实现了呢 女儿子 我发现你这不要脸的功夫 倒是真健壮 你找我来啊 就为了扯这个的话 我可以交给你个实底 死了这条心吧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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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介义啊 你也别太这么盲目自信 这么多年 你们俩也没个孩子 你说你们家老太太 能善罢干凶吗 所以啊 你们俩分开离婚 是早晚的事 到时候我让你看一看 我扭摆成 是怎么让薛东梅 当上妈的 嘟嘟我 你想咋的 你想咋的 你想干啥 来 我这都坏了一只眼睛 来 咱有一只好眼睛 你嫌我不敢是吧 你要不敢打 刘介义 你就赶紧腾地方 你别让薛东梅 少他妈活敢 你住手 干啥 介义 有话你不能好好说吗 斗什么手啊 老叔姐 这毒子玩意 他太不是东西了 老叔姐 我还对不起 介义哥 你我也是劝了我姐了 他不同意拆 你说我有啥办法呀 言 接着言 这言 我知道你生气 我也能理解 是吧 我再跟我姐好好说说 但我要劝不得了 我也没招啊 杨二哥 你要还是个爷们 你就把刚才说 决东梅的话说给老叔姊听的 我说东梅是啥呢 我说东梅我们家也对不住他 是吧 因为这个事 我也上镇里边领导那儿 我也求了 你说 到底能不能恢复工作 我 我也没招啊 杨一 你跟东梅不刚从这事回来吗 镇上已经同意这个薛东梅呀 恢复工作了 你不知道吗 老叔姐 你别听他在这块狗带脚子胡勒 他这不是胡勒 王府镇长刚打的电话 亲口又对我说的 老叔弟你不知道咋回事 这跑这闹咋来 走走走 跟我回家 行吗 来 走走走 走走走 好了好了 老叔爷 慢走啊 发忙 都没有家人 新郎不是我 我又不让薛东梅 看我活什么样呢 我又把他还掉了 你又不是摔摩 接下来 三老师 吧 这个不过 你答应我说要劝劝他姐姐 那穿不动那不也很正常吗 他刚才跟我说的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你啥回事你也不能动手啊 你咋不相信我呢老叔去 他要不跟我俩嘚瑟我能动手吧 再说我要是不考虑后果的话 我还能让他胆子会站得直流的 跟我说装毒了 他到底说啥呢 能把你弃这样的我就不是 他说要想让他拆养殖场 除非我跟东北离婚 我跟你们说啊 重大听闻 不就是柔大鹅从华上掉下来了吗 大伙都知道了 我只能说你们咕噜寡闻哪 我要说的是一个藏有巨大阴谋的内幕 啥内幕啊 我问你 刘建业为什么非要在首山上建度假村 不就是那投资方乡中的首山了吗 错 大错特错呀 这里呢其实是另有隐情 首山上有一座千年古墓 大伙都知道吧 这个古墓 就是人家老牛爷 牛阿嘎他们家祖先的陵墓 哎呀你可别跟着歪伙了 大伙都知道这事 还有你不知道呢 过来 那个墓碑呀 对着刘建业他们家 古人是有讲的 墓碑对着谁家那是押谁家运机呀 要不你们看啊 刘建业 薛东梅结婚多少年了 那薛东梅为啥就始终怀不上孕 对 就是她 您还有什么需要吩咐的吗 把她给我打出来 好 牛总好 您好 您好 白平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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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这东西了 这东西哪儿来的 实话跟你说吗 我是从首山挖出来的 一挖 给一挖 没有 多长时间了 我真的一点儿不敢怠慢 我就用那探测器 结果那玩意儿没反应 不好使啊 是不是有啥毛病啊 不能啊 那探测器是我突然买的 师傅 好使 那 要不就是我们 没挖到地方 那你都抓紧挖呀 那我现在人手不够 能不能再给我派几个人来 开什么玩笑 我上哪儿给你找人去 我问你说了嘛 咱就买卖见不得光 那不靠谱的人 咱也不敢招啊 可现在情况有变 不能再耽误了 我们村有个叫刘建燕的 你知道吧 对啊 这小孩要拆我们家养殖厂 说要建杜家村 啥 建杜家村 他还想干啥啥事 谁拦不住他 我相信他肯定想方设法的 要拆这个养殖厂 所以啊 咱必须得先挖 你等明年开春 他还没拆养殖厂之前 咱可能就把宝贝 已经都弄到手了 就是到手了 咱也不让他拆这个养殖厂 那为啥呀 我不跟你说了吗 咱这买卖 是见不得光的 他要是拆这个养殖厂去 不就得发现 咱们干这些事了吗 是 发现了 他要给举报到公安局 那公安局不是得抓你吗 我说你 胖哥 你要 这事咱们别干了 不干了 我投这么多钱 到你们那个山沟里头 我为了啥呀 你以为我真要养养呢 我要是不为了 地底下这点东西 我能向你这山沟里投钱去 那你说下一步咱该咋办 听我的 你回去叫大姐 把那十万块钱 给刘建议退回去 这养殖厂绝对不能拆 好 我听你的 我现在我就去 等等 你要明白一件事啊 之前这些事 都是你亲手干的 出了事 抓你跟我可没有 任何关系啊 照你这么说 杜家村建不成了 那肯定建不成了 而且 照这么发展下去 刘建议和薛东梅都兴许低户了 你可别瞎说了 你看我跟你分析分析啊 薛东梅大赌印 越干越好 刘建议 杜家村建不成了 那就是个农民 两个人的差距 是不是越拉越大 主要的是 他俩现在没孩子 那刘大娘能干吗 早晚得离 马夫生 你哥这胡咧咧啥呀 那关你啥事 人家刘建议这几年 没少报你家正地吧 要不你能这么悠闲地 在这超市当小老板吗 我告诉你啊 做人得讲良心 这没影的事 别瞎说 你这话说呀 这啥叫瞎说呀 我这是分析 是实话 没事你瞎分析啥呀 我乐意 打着吧 你老向着刘建议 怎么刘建议离婚了 你想嫁给他呀 马夫生 你混蛋 马叔叔说话 在审栽在那里面 都别理他 这孩子咋说话去 叔叔说得多好啊 你妈要和建议叔叔 在一块来 你不就有罢了吗 她们还都不愿意 听你说话呢 妈 你别生气了 我错了 那检查结果出来 不该瞒着你 我们俩是行事 过一段时间就治好了 省得让你跟着 着急上火的 别哭了 妈 妈 你别哭了 我明天再去医院 要是大夫说 我真的怀不上了 那 那我就离开这个家 我指定不耽误您抱孙子 行不 刘总 我回来啦 来 来 这里边 别招了 来 进来 来 过来 进来 来 过来 进来 刘总 介绍一下啊 这个就是我跟你们说的牛总 牛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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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挺好 你们在这行都干了多长时间呢 两年 三年 两年份 您 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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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老手了 对 对 我不让您准备酒饭吗给他们 你准备了吗 忘了 忘了 啥时候 忘了 你说我该不该扣你工资 别扣了 你说你该不该扣工资 你别生气 你一天毛毛笼笼的 你到底想干啥 你长不长脑袋 我爸还买 我问你 我爸还到镇上买 你想啥玩 马上买回来 这么干嘛呀 毛毛笼笼的 我相信 你们哥姐夫可以这样啊 是 太好了 弟兄们 从现在开始 我们的行动都要讲 你们要做到 白天睡觉 晚上干活 听懂了吗 听懂了 我牛总 一分钱都不会少你们的 准备进洞 你干啥 让他们先进 来 来 来 这边呢 等会儿 这个地道 夏天我们用探测器划过 但是呢 没划出来 所以眼下就是 请个姐来帮帮忙 希望大家尽尽力 好吗 好 好 郭总 您放心 一天肯定没问题 什么摊测器啊 那东西不好吃 干咱们的啊 凭她的经验 您放心 哥儿几个 那可都是老手 只要这地还有东西 一定能先摸 好样的 开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相信你 不过眼下咱最重要的 还得是让妈高兴 等她明天从省城回来再说吧 行不 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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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咋的了你啊 你让鬼碾了 一惊一乍的 我不合计跟你赶紧汇报工作嘛 你汇报工作你就好好汇报 你吓我一跳 刘总 那你隔几了呀 你啥 你挖狠了 一宿挖了五米多 现在在这儿睡觉呢 我折了 你还有不折到的事呢 那咱们挖出来的土太多了 没劣道了 咋整啊 我告诉你嘛 往羊圈里倒吗 是 咱们一直往羊圈里倒嘛 那现在羊圈那土 比外边都高出一尺度 再往里倒那羊 单腿都能蹦出来了 那这样 那这样 杨总 我有一个方法 不知当降不当降 你快说吧 咱们呢 把那土直接倒到旁边那沟里 不往羊圈里倒 早上那再铺上一层羊粪 别人一看呢 以为咱到底都是羊粪的 咋样 你别说啊 这招还差不多 是吗 那快去吧 不是 你看 刘总 我出这么好一主意 咱工资能多发点吗 行吧 我考虑考虑 你别考虑了 刘总 你就说行就完了呗 行 是那么容易说的吗 那行 那我 那我还有个事 你能不能把他一起都说完 我觉得哈 一往是才发五米 还是有点瘦 咱能不能再快点 那这样 那这样 我还有个办法 不知当降不降 你给我五百块钱 我去坐泡上的地方买点炸药 忘了一炸不就快了吗 你傻啊你啊 你那么一炸 轰隆一声 全村人都知道了 我早就想好了 现在咱村不都收完粮食了吗 他们都用那个鞭炮下午鸟 我这边用鞭炮假装下午鸟 底下拿炸药实际炸地道 两个声一块儿响 谁能发现呢 你别说你这招 那招还真行 行是吗 那我去了啊 拿钱啊 对 来 走 커yor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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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不我也不能给你打这个电话 是吧 你这样 按消息的重要性 那行 那个牛总啊 今天早上呢 我看见东梅和建业出村了 完了 我发现你真逗 你这算啥消息啊 刘建业要拆我养殖场 这么大的事你都不知道 他们俩出过村 这算啥消息 那不意外嘛 那不是村里那歪 歪什么犯网坏了嘛 要不是你铁呀 摔上了 那说不定刘建业就把你家那个 养殖场真给拆了 刘建业度假村要是建成了 那你和薛东没不更完呢吧 麻烦上我告诉你啊 这事你可不敢瞎说啊 你要真没啥事我就挂了 哎 别的牛总 不是 他俩出村是正常 但是你知道他俩干啥去了吗 干啥去了 肯定去了 检查报告看 你的塑卵管部分有粘连 有堵晒的地方 所以精致和卵质不易结合 所以导致你不容易毁孕 那能不能治好了 能 但是要靠你们怎么配合治疗呢 只要能治好 大夫你说打治完了 我们就配合了 对对对 大夫 这需要多长时间呢 需要两到三个疗程吧 两三个疗程是多长时间呢 一个疗程是一个月 那么长时间呢 能 这个不是着急一事 这个时间不算长 你们得保持良好的心态 精神放松 精神警察也不容易活跃 嗯 赶紧我早上我去送货吧 正好路过刘建业家门口 完了你老刘太太 就送薛东梅刘建业她俩出来 老刘太太还嘱咐 说您俩不管那个有啥情况 给我打个电话啊 你说一个看病 怎么还长得像喜事似的你 还有吗 这会没了 刘总你看那 我把钱 我马上给您转过去啊 看病 看病 看挺喜性的 完了 薛东梅怀孕了 老头子 你要在天有灵的话 就保佑他们把病治好 不管是男孩女孩 只要有一个 咱也就放心了 等他们老了 好歹有个孩子在身边照 你说是不是 大婶啊 大婶 在家吗 她咋来了 婶啊 二嘎 哎 有事啊 我 我没事 我就过来看看你 看我干啥呀 这建业东梅啊 东梅在家 你回去吧 婶 婶 你看我这么多年没回来了 我今天特意来看看您 原来啊 二嘎不懂事 这么年轻啊 东梅和建业结婚的时候 我大闹了一场 那 那 那是过去的事了 我这么多年我都不敢回来见你 我现在敢了 我改名了 我叫牛柏城 过去的事啊 就让它过去吧 看在你爹的面子上 我也不怪你 你回去吧 婶儿 我就进去咱们娘俩落口课 你说我爹和你们家伙刘叔 还有老鲁大叔 那仨人是铁哥们啊 你总不能说我爹是没了这么多年 咱们不能让后辈还这么别别扭扭的 你说呢 是啊 进屋吧 好 慢点啊 来 爸 哎呀 咱俩还有日子没这么走了 可不呗 我都忘了咱俩这拉手都是啥感觉呢 今天这海风它好像没腥味的啊 那啥味啊 甜了八醋味的 把你给美的 我跟你说啊 人家大夫说了 只是有可能 而且概率还不高 那可别美得太早啊 这么对吧 我问你个问题啊 啥问题啊 你说 你大哥我算个好人 天底下就你是好人行了吧 你就说算不算得了 算 那不得了吗 我媳妇也是大好人一个 那老话不是说吗 吉人自有天相 好人必有好报 这啥时候还有迷信上面呢 不管 这不算迷信好不好 能不能不乱扣帽子 真是 我跟你说啊 我有种感觉 真的 我觉得咱俩肯定能有咱自己的保护 那就是时间的问题 我都想好了 这个事啊 咱也想用党的二胎生 没什么错啊 生得好 你想啥呢 做梦呢 一个还没影呢 还俩 行吧 借你吉言 不过这次 我真得按照大夫的要求 好好吃药 你不知道 看着咱妈那整天唉声叹气的 我这心里啊 老难受了 真的 是 就是 得让你造点罪了 得吃那么一大饱药 啥遭不遭罪的 生孩子本来就是女人的事 再遭罪 只要能怀上 就值得 至少能弃了咱妈的心病 你说是吧 谢谢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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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燕和洞明他们 他们上城里办事去了 哦 我还行 当面跟他们赔个不是 往后呢 我得好好支持他们的工作 支持不支持啊 都无所谓了 这几年呢 他们为村里的事 操了不少的心 把自个儿的事都当着了 不是怀上了吗 谁怀上啊 哦 哦 我是说 都没个建议 你说要早点帮你 生个大胖孙子 你的身子骨这么硬朗 这么好 那还陪你玩 多好啊 没那么容易啊 哦 这这 这东北没动静啊 你说 我都替他们俩操心 是 你也知道 这女人虽然大生孩子 费劲 这农村人不像城里 人城里可以代孕 你就是生不了孩子 可以找个人 帮忙生孩子 你说什么 找个人帮忙生孩子 这不是胡说八道你吗 是 我可不是胡说啊 你让建议 再找一个生孩子 反正 咋的都是老刘子的种 啊 你这样老刘子就有后了 你想想 生个大胖孙子 陪你一起 多幸福啊 好日子在后头了 真有这事啊 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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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来一直没看呢 行了 那我养殖场里面 还有点事 我得回去照看她 那你们聊 那二王 替我送出二杠 不用不用不用 你这也不是外人 不如啥送啊 你要好好保留身体 我有空就过来看你 好 好 带你走啊 行 我走了 大娘 娘啊 都跟你落啥了 这杜家村的事 你到底是她打算 我是这么想的 你看啊 这姆大俄认钱 我觉着咱们要是能给她足够的好处 再加上杜家村的股份 说不定还能打动她 我不跟你说过吗 这里边的事不是牛大哥的事 是那牛二嘎在背后捣鬼 你怎么就不信我的呢 不是我不信 人家牛二嘎现在发达了 有钱了 什么样的女人找不着啊 我是女媳妇 她平常把那时间浪费在我身上啊 跟我二胡 二胡 有事啊 你在哪呢 跟我姐在一起呢吗 在一块呢 我们出来办事来了 我跟你说个事啊 我刚从你家出来 你猜会碰见谁了 谁啊 我碰见牛二嘎了 她上你家去了 啊 她上我家干啥呢 我也不知道 我刚进去她就走了 我问大娘 你俩都落啥了 大娘说她俩啥也没落 行 我知道了 你这么大二胡 你等我一会儿 我一会儿就到家 牛二嘎上咱家 干啥去了 干啥去了 你问谁啊 我又没在家 我咋知道 这犊子完了 她可被惹咱妈生气啊 衣服 赶紧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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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生啊 最近你嘴上 没有什么把门的啊 说话可有点过分 我说我咋的呢 咋的呢 先记上 五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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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听说吗 薛东梅啊官复原职了 她是咱们的父母官 得罪得起吗 那我那是得了不起 但是那牛二嘎 真给钱呢 你就认钱 你哪不合计合计呢 刘建业那合作事 还种着咱家地呢 回头人家要是不给你种了 我看你咋整 我包出去呗 七十二 七十二啊 包出去 包给谁呀 咱村除了刘建业 谁有那么大本事 种上千亩的地 再说了 这些年呢 都没对咱不错 村里有个大事小情呢 人家可没少帮咱 关心咱们 你说呢 她关心 她光关心她 她也不给钱呢 她关心 你咋就认钱呢 哎 二伙 哥 姐 你那哪才回来呢 咋的了 咬尔嘎又来了 没有 她走就没回来 那你急啥呀 我没急呀 你没急你嫌我们哪才回来 那本来你哪才回来呀 你可别磨叽了 你我妈在家呢吗 我观察她一直没走 赶紧上车 哎 妈 那尿尔嘎干啥来了 她就来闯个门啊 她说啥来的 没说啥呀 就是来道个歉 说你们俩结婚的时候啊 她不该闹 还说啥了 没说啥呀 你俩看面子不像了 大夫给我开了好些药 这不都拿回来呢 好啊 你咋回来呢 没事 就有点小毛病 小毛病咋整这么多药呢 你到底咋去了 我打准那么多个什么 好 我给你接药去 妈 我自己来就行 那哪行的 我来 妈 行动 我来吧 那好 那我就去溜达溜达 好 妈 那您可不能走远啊 溜达溜达溜达 就赶紧回来吧 好 慢点 慢点 阿伯 我跟你说个事 你啊 抽空去找一下张月 找张月干啥呀 牛二嘎组织人员 在养殖场地下进行挖掘盗墓的行为 涉嫌盗掘古文化遗址 古墓葬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28条 盗掘具有历史 艺术 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 古墓葬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情节较轻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罚金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在故事中我们看到 为了能在薛东梅面前扬眉吐气 牛二嘎铤而走险 和胖哥勾结干盗墓的违法事情 而这次回村 正是牛二嘎与胖哥策划好的一场 蓄谋已久的盗墓阴谋 牛二嘎不仅造成度假村项目搁浅 组织盗墓人员在养殖场地下挖掘盗墓 还对薛东梅别有用心 时刻关注着薛东梅和刘建业的感情境况 伺机离间薛东梅婆媳的感情 而这一切刘建业跟薛东梅都全然不知 刘建业以为牛二嘎就是因为东梅 而刻意针对自己 导致自己的度假村项目被搁浅 为此他四处奔走 郁郁寡欢 而东梅因为没能让婆婆抱上孙子的事情 无比自责愧疚 婆媳关系颇为紧张 这也将成为阻隔在东梅和建业之间的一道屏障 即便小两口一直不离不弃互相支撑 可是如今对两人来说 眼前的处境可谓是内忧外患困难重重 那么接下来东梅和建业能否挣脱眼前的困境 他们又能否及时识破牛二嘎的阴谋 而为了能够顺利达到目的 牛二嘎还会做些什么呢 你去老婆家打听打听 手山到底跟老牛家有啥源源 当时辽国有个大将姓萧 她是萧太后的远方亲戚 她的副将姓牛 就是牛大鹅的祖上 薛准人好 我这临时过来 没打扰你吧 让工人们别再搬那个东西 隔几康 隔几康 牛洞苏切别拆 我问一下 这是你布置的 对啊 现在我就要翻车现场了 王冯阵长 这里不是披了那块地 要建度假村的吗 可是度假村还没有盖 就出事了 你不能因为建业是你的丈夫 就不支持牛二嘎罢了